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身体缓和后 奥利维亚告诉罗曼 只想把世界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 切斯博士来到老钢厂探索 却遇到了巡逻的警察 警察表示你不应该来这里 但博士让警察看了一旁的残肢 很快大批警察就赶到了这里 寂静的钢厂变得热闹非凡 博士很仔细地寻找着每一处痕迹 学历搭公交车来买耳环 这对耳环是他上次看中却不敢买的 晚餐时奥利维亚问雪莉今天去哪了 雪莉说搭坐了公交车 奥利维亚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一直要给子女们最好的生活 搭公交车对他来说是个贬义词 罗曼表示自己还没搭过呢 正在生气的奥利维亚又发现了雪莉的耳环 他对雪莉说真正的骑行就是愚蠢和别人眼中的笑话 雪莉有些伤心 奥利维亚让他取笑耳环 罗曼却维护雪莉 罗曼为了维护雪莉和奥利维亚开始争吵 雪莉赶紧卸下了耳环 奥利维亚表示你这样我将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家产 罗曼却早已知道奥利维亚的遗嘱内容 自己满18岁时将得到所有信托基金和全部财产 奥利维亚沉默了 罗曼点了根烟对母亲说只希望让雪莉做自己 奥利维亚亲吻了雪莉和罗曼后说了句晚安就离开了餐厅 夜里诺曼接了一通电话就离开了 依萨趁机来到诺曼的书房 她开始寻找叔叔也就是罗曼父亲的遗书 依萨在一个箱框里发现了这封遗书 上面写着奥利维亚长久以来对罗曼父亲的残害 她还提醒诺曼不要被奥利维亚毁掉 看来罗曼的父亲早已知道他们俩的不正当关系 依萨看完后有些沮丧 弗朗西斯在医院用针扎进头部自杀身亡 诺曼本想让他出院可还是晚了一步 奥利维亚突然造访来到彼得的家里 彼得的妈妈琳达喜出望外 其实琳达早就知道奥利维亚会来找她 奥利维亚认识琳达的哥哥文斯 他们之间有种交易 但是文斯已经不在了 奥利维亚只能来找琳达 她知道琳达的族人有这种能缓解自己身体不适的药 便向琳达询问价格 没想到琳达开价每瓶五千 这比原来文斯卖给她的价格贵了很多 迫于无奈奥利维亚只能接受这样的坐地起家 失去了药性的控制 她实在忍不住拿起一颗生肉团子一口吞了下去 琳达和彼得的表姐一起庆祝 他们在奥利维亚身上狠狠地敲了一笔 奥利维亚却不知道她长期使用的药物 其主要成分却是牛粪的精华 彼得从丽莎那里知道了诺曼和奥利维亚的关系 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 切斯博士来到罗曼家 博士是来找奥利维亚的 但是遇到了罗曼 博士希望罗曼能尽可能地提供一些他掌握的线索 因为这样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博士问了罗曼一些关于狼人、老钢厂和被挖的女士的问题 罗曼承认了是自己和彼得做的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出凶手 罗曼很想帮博士解开一些谜团 博士对此很感激,但是谢绝了 这时奥利维亚出现了 第一次见面,两人就充满了敌意 简单的交流后,博士准备离开 奥利维亚的高跟鞋引起了他的注意 博士想起了那天在钢厂里发现的脚印 丽莎的父亲给罗曼打电话询问女儿的去向 外面下着雨,两人却在屋内你浓我浓的 这一幕却被赶来的罗曼看到,本集完 奥利维亚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彼得妈妈会有那种药 博士发现的脚印是否和奥利维亚有关联 请看下期视频